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感谢收藏的三个大叔为您带来的多套直播比赛解说 来看一下2022年的DPC联赛第三赛季西欧赛区的最后一轮 这场比赛是OG对战Liquid的双方标3的第二场比赛 第一场比赛当中呢Liquid是依靠着一个 非常不错的一个整场的发挥拿下的比赛 然后呢这场比赛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OG这个阵容啊也是非常有意思 给Rae拿出了一个1号位的影次 然后5号位米莎的冰女 中单这场比赛是放了一个水人 3号位继续去用CK这个英雄 而Liquid的这场比赛则是掏出了他们的一些绝活英雄 中单呢这场比赛他们拿的是一个小小 然后继续用小小 大哥位是给马桶拿出了他的绝活德鲁耶 3号位则继续用电棍 5号位呢继续用双头龙 只不过这场比赛boxy这个点呢 他还是选择打了一个4号位的锤妹啊 灰晓晨星这样啊锤妹一上来就是把对手的一个 这边是有把对方的冰女给锤死了 那从补刀来看的话 现在中路两个人呢小小这边的反补占着巨大的优势 正补的话差不太多 但是由于反补差的很多 所以这个等级上面应该待会会有一点点的差距 然后在对线的编路方面来看的话 CK现在手里有6个反驳 但是对线的德鲁依也有6个反驳 这样的话两个人基本上是持平的一个状态 风行来保CK的话 这个战斗力要比上一场比赛的那个二人组相比的话 我个人感觉要弱一些 因为Fact of现在其实比风行前期的战斗力要强 而且强不少 大哥位那边的话 冰女宝隐刺这个二人组去打对方的电棍 加一个全魅 基本上还是一个打不过的状态 只能说就是隐刺 他在面对电棍的时候留一个blink 他可以不被对方电棍这个冲锋力吸引的太多 这个吸取的太多 但是仍然在对线的时候还是没那么舒服 下路你Insania的这个 Insania的这个双头龙啊 大家注意一下他这个走位 他其实这个走位非常坑 他故意走在那种 就是对方风行随便啊 随便一个捆就能把他捆住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他故意的 他故意走这种位置 因为我血量比你高的多 你只要敢捆我 你敢上来你就死定了 就像这样 你就死定了 虽然这次你并没有捆我 那正是因为你没有捆我 所以你这次没有死 对吧 但是上路这边 Liquid仍然是拿到了一个比较的明显的现优 Tagad风行 现在身上是带着一个减甲球 减甲球去打对方的双头龙加德鲁伊 这个二人组的话 可能不一定有那么舒服啊 Boxy这边开局4-0了 我的天哪 这四个人头全是他的 这个破晓晴星 有点过分了呀 这个在上路已经完完全全把对方打爆了 这场比赛是 现在米开的这个小小在中路呢 目前这个反补数已经是越来越过分了 已经从刚才的9个到现在16个 而水人的反补数基本上没什么变化 从大哥位的一个前期对线发育来看 这场比赛Liquid又是完完全全把OG给打爆了 但是OG 他们现在因为已经锁定了一个 Major的席位 其实他们并不是说这场比赛一定要 求自己能够赢 不是说一定要赢 但是从BP和阵容来讲的话 他们其实也并没有选择拿出一些比较其他的阵容 力丸这个英雄算是一色 诶 德鲁伊这边水人支援过来 漂亮 这一套的伤害打得非常的足 直接是秒到了德鲁伊的本体 然后Ensenia的这个双龙也后边来 本身把他拿到双沙 nice 这波双沙拿完了以后 水人的经济直接是反超来到全场第一 看一下上路 这哥俩又是对着尤瑞一顿输出 这个砸过来来不及了 这个转转水来不及了 隐色还是及时啊 这个技能扔进去以后 果断的一张TP直接亮起来 不让对方有追杀自己的机会 所以我没有打算整个四号为垂魅的第一视角 垂魅的第一视角 我其实找过很多 但是垂魅的第一视角看起来吧 就 呃 这个第一视角看起来很没有意思 因为这个英雄他有点笨重啊 稍微有点笨重 大叔在焦急的等offer求毒奶 嗯 好 朱老板这个offer一点息都没有 啊 哦 这个砸匀了 居然那这样还差一下又一个人头 哈哈哈哈 嗯 哎 这个垂魅有点过分了啊 这要比赛 在上路现在拿了五个人头 五杀零死一注攻 这垂魅的经济线跟对方一号的隐刺经济一样 这块又是一个锤子甩上来 那隐刺再给一个反向的blink 一个绝扎秘技 但是锤魅这里直接预判一个转转锤出来以后 好在这个人头终于是让再没拿到一个 呃 这样啊 上路把对方的影刺直接打爆以后 那么现在影刺作为一号位的经济居然是跟对方四号位的锤魅一样多 那就更不用想他就跟之前的前面那些那根几个去比了啊 真的就差得太远了 有关是说这中乌燕吗 不是啊 这个跟中乌燕不太一样 中乌燕的那个锤子明显比锤魅的这个锤子要厉害的多 对吧 这版本优势路狗都不去 其实这个版本优势路狗都不去的核心原因还是在BP选人方面的问题 你非得要去选一个这种比较容易吃憋的大哥位 然后当然现在这个版本是什么大哥都吃别 顺带给大家推荐一下 其实最近这两天我一直想给大家找一期素材 第一视角的教育素材 但是没找着 没有好的素材 就是怎么打钢杯兽 当对方是一个一号位钢杯兽的时候 你应该用什么英雄 就这场比赛 比如说对方一号位钢杯 然后小松鼠也没了 然后在这个亚龙也没了 这些庞材应该怎么打钢杯 一直想找这个第一视角 但是没找着 没找着好的素材 所以我在这儿给他鼓竖一下 Boxy这个大人头 这个大人头直接给到Uray身上 拿到359块钱 这个相当于是两波兵了 前期的两波兵全收的收益了 然后就是关于打这个一号位的钢杯 其实是可以用毒狗的 如果大家有机会用毒狗的话 是推荐一下用毒狗 因为毒狗很厉害 出了A仗以后的 毒狗一旦有了A仗以后 像钢杯兽像PA这种英雄 那还真的是生不如死 PA还好一点 PA好歹还能通过一个 就是拼一个脸 对吧 开团以后他拼一个脸 直接是封到你的这个毒狗身上 给你秒了 连出两个暴击 你来不及给我技能 我直接给你秒了 钢杯是一点折都没有 因为钢杯在开团的时候 他是光 这个亮着屁股给对面 让对面打掉 然后这个时候突然间 多了一个大招甩脸 钢杯兽直接就变成免费了 不是钢杯了 这里小巧被对方的水人变成了自己 然后给上了一套VTR连 但是影响不大 因为没有队伍能跟上来给输出 隐私现阶段能提供的输出 过分的有限了 而三号位的CK 也远没有上一场比赛 在游戏10分钟的时候 那么的生龙火虎 看看这样比赛ATF的这个CK 目前的经济现在是3700块 比上一场比赛要稍微差一些 团队经济差 在10分钟的时候 已经拉他到了3000加 从整体来说 前期的对线 这场比赛 利快得比上一场比赛 打的还要更凶一点 这块一个捆 捆到了 这个双方很不错 马桶大招开出来了吗 开出来了 这个开出来了好闹心 好一嗓子 然后呢 锤妹给上一个落地锤子 奶一口 顺便掩护不让对方追 很极限的变身成功 这波并没有死 而且一个非常nice时机的口 把对方后续的一个追杀 面前完全断掉 这波打完之后 现在利快得已经是拿到了 场上一个比较明显的优势 不过对于OG来说 有一个好消息 就是他们的绝活水人 绝活水人 现在情况还好 看一下 米开这里有没有机会能秒 要等一下自己的队友 这个地方肯定是要VT2连 全都给上去 然后呢 他没有选择给VT2连 而是选择接自己队友技能 这个也是真的能忍啊 锤妹这块抢一下 对方家的远古野 这两个远古给他抢了吧 每个还差一下 双方被打死 但是锤妹把对方的远古都抢了 不过小小 真是土哪般 小小这个地方追对方 追了点远 看了给上一个山崩 一个投掷 然后转转锤 秒掉对手开尬 不过自己也是被水人收掉 这样一个大杀特杀 被终结 给到对手水人354块 这个对于Liquid来说 并非是一件好事 并非是一件好事 现在水人的经济6000块 团队经济差呢 并没有进一步的放大 也就是说这段时间 其实Liquid打的 有一点点乱啊 节奏有点乱 当然这个有点主要的原因吧 是因为他们这个阵容过分的笨重了 过于笨重的阵容 在入侵对方家野区的时候 是非常吃力的 这也是为什么每次在看到 对方有什么炼金啊之类的英雄的时候 我一般推荐的这种英雄都是类似于像发条 像是土猫 海民 然后帕克 等等这些英雄 因为这种英雄 首先他的技能出伤快 然后第二个就主要都是小技能 不太吃大招 第三个就是这些英雄 相对来说 他的先手距离比较远 然后机动性比较好 你入侵对方家野区的时候 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 你打完对手以后 能不能回的来 其实能不能回的来是核心的 你冲进对方家的野区 把对方人击杀了 这个不叫本事 你得杀完了以后 你自己能跑得了 这个叫本事 你像这场比赛 Liquid的这个阵容 就很容易出现杀完人以后 跑不了这种情况 而且他们这个阵容 又是过分依赖 一波技能的爆发 去一个集火 一旦对方支援的比较快 让你这边的人 被对方卡一个CD 就会重演 像上一次他们 去转对方家 烈士路野区的这个 负者 对吧 重导这个负者 我虽然把所有的技能 交出来 击杀到对方的一个CK 但是问题是 我的人跑不掉 跑不掉 然后呢 第二轮技能来不及 这边转转锤 可以不用放了 转转锤这个技能 还是时间太长了 转的还是时间太长了 现在双方的一个比分 是10比5 然后团队精力差 4000块 水人继续保持 自己的一个 全场第一的经济 水人这个版本 第一经济的话 是可以创造奇迹的 但是难 看下电棍 已经BKB了 直接反身 追着CK 你刚才不是要跟我打吗 来呀 这边BKB结束以后 攻击力已经吸了很高了 这个水人 这个水人 哦呦 这个水人可以的 水人这个地方 是变成了电棍 给了电棍一个吸攻击力 然后再变回水人的形态 一直追着对方 给对方撕这个自动水枪 你看这一波 这一波就是 我刚刚刚刚说完的 那个 你的这个阵容 因为过分的笨重 所以你每一次 去对方家 击杀完对方的人以后 你的撤退能力很差 然后你的大哥位 或者你的酱油位 就非常容易被留 然后一旦被留了的话 你这一波的游走 因为你是主动进攻的一方 你的时间成本 要高于对手 然后你再被对方 留住一个人 甚至两个人 那整个团队的收益来说 你是真正是亏的 实际上是亏的 除非你这个时候 有一个能铺当掏钱的大哥位 正在远端 疯狂带现 疯狂刷钱 那这样是可以的 但问题是 马桶现在的打钱能力 其实相较于 他自己的巅峰期 已经是有了一个 极大的 这个削弱 这里小小 山峰给上 投掷接上 没有来得及 开转血 那要被秒了 那要被秒了 转血开不出来 也是毫无办法 那这一波打完以后 现在水人的经济 被断了一下 节奏被断 而且人头撇到了 对方小小身上 小小这里又是一个山崩 不过这个位置 也有点尴尬 兵线已经上来了 他走过去以后 对方会醒 然后呢 再给技能就给不到了 不过好在自己的对手 接技能接得足够快 Box直接甩过去 一个锤子 这个地方 其实双头龙 可以稍微掩护一下 然后直接就走了 他们又开始 在这磨叽 你看雷快的这个阵容 又开始在这磨叽 这一波 如果对方跟上一次一样 就是你优先杀掉的是 这个CK 然后水人后边过来了的话 那这波又被对方团灭了 或者至少又要死一个大哥 这种过分笨重的阵容 其实比较强调的 并不是也去抓人 笨重的阵容 强调的其实还是一个 就是来的人要多 要快 然后你打完一波以后 你可以不用走 你知道吧 你不用走 就是感觉你是开着一个坦克的那种感觉 就是我开着坦克直接撵过去 然后你要跟我打 我就站定原地跟你怼 对吧 就这个感觉 它不是那种偷鸡阵容 偷鸡阵容的话 像这场比赛 他们的四号位不应该放的是垂妹 他们应该放一个 放一个土猫 或者放一个 他们这边阵容放一个四号位的风情 也可以 或者骚了一个发条 也可以 发条这场比赛可能差点 土猫其实最好 雷块的这边 现在德鲁伊的小熊 身上是项尾鞋 加上风链 不加灭 应该也要出来了 那有完灭加风链以后 这个德鲁伊的小熊 已经可以打盾了 看看他们什么时候控盾吧 这个时候控一个盾 应该就可以去拆对方的二塔了 果然要过来打盾 这个时候就是开盾 这个时候打盾是最好的选择 没有之一 因为他们现在在场面上 是绝对的优势 就只要这个时候 他们去打盾 对方赶过来接这个肉山团 就属于是我上都能打得赢的那种团 为什么 因为这个时候 他们的装备 是刚刚更新了一整轮的装备 德鲁伊的小熊拿到了自己的一个风链暗面 电棍身上是假腿BKB板甲 小小身上跳刀连击刀 所有人的装备都是刚刚更新了一轮 而且是在团队经纪领先4000的情况下 所有人卡对方一个大将 或者是一个中等的一个将 而且等级上有优势 经济上有优势 大哥位的经济配体上面有优势 然后就算抛开所有的经济优势 单纯就说阵容在这个阶段打架 他们也是优势 所以这个时候的这个团就属于是 只要对面敢来 就是我上也能打得赢 这种团战是非常非常轻松的 可以说 所以对方也这么就不会 OG这格也不会 中罗二塔 立刻在这波把对方的中罗二塔给拆一下 这个塔房开的草率了 你这个塔房开了以后 对方可能要上高的其实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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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草率了 赶紧走 这个时候最好的方法 就对OG来说最好的选择 就是这个二塔放了 果断放了 然后马上去外面带现 马上去外面带现 然后呢 最好是能不能去消灭一个对方的有生力量 这根在盾的是德鲁伊 中罗要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 去留人 双方网这里掩护一下大招 并火交加给上去 德鲁伊的本体 这根提前开了大招 看一下这个后排怎么说 德鲁伊在拿自己的小熊往回拉 一会儿也带走了一个方式 但是电棍赶到了正面战场 这个时候往上走一下 水儿不敢上啊 CK要没了 德鲁伊的第一个小熊 对方在努力打 但打到一半以后又跟不上输出了 水儿变成小小 给了小小一套VT2连 但是影响不大 看看这个兵女的大招 摇的其实是不错的 不过这个大招后续的伤害 有点不太够 小熊上来疯狂给输出 散尸定一下小小 还有一把跳刀上来 VT2连直接秒掉 兵女们冲双杀 人多数拉开到了16比9 团队精力差来到5000块 最关键的是 这拨打完了以后 他们可以直接去拔掉 中路的二塔 而且从视野上面来看 德鲁伊的目前 在进攻视野上面 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 就是丧心病狂 可以看一下 在这个进攻视野 这里一个高台眼 旁边一个真眼 这里一个真假眼的高台眼 然后在这个位置 还有一个假眼 然后在这种地方 还有一个假眼 自己家所有的地方 一个眼都没有 把所有的真假眼 全扔在了对方家里面 这个就是完全 不给对面活路的意思了 看一下德鲁伊的本帖 被对方的隐刺 稍微过来留一下 但是经济上差太多了 风行一根圈线 直接带走这个小熊 这样的话下一个小熊 还有60多秒 马桶这段时间 会稍微有一点点的 不太舒服 但是这个时候 OG其实反而要小心 因为德鲁伊 没有小熊以后 他能干什么 他什么都干不了 他只能去给自己的队友 搓脑 他跟着自己的队友 身边待着 或者打一些 特别弱的小野 在这种情况下 对方反而有可能 会让小小带队 过来搞事情 给这个德鲁伊 去争取时间 你看这个主动进攻 他就上当了 哎呦 这个真的上当上的太严重了 双冬龙这边技能全给上 你杀了他 其实收益是不高的 CK这块开一个大招 然后赶紧去 给自己切一发臂章 看看能不能留住一个锤 卖留住了 哦 这波为什么小小来的这么慢啊 没看懂 他留的好 来的好慢 这个小小这波 德鲁伊 这个地方咋野 快把自己给打死了 还在等自己小熊的一个时间 这波我没看懂 小小为什么来的这么晚啊 他在第一时间 在这个地方开团的时候 小小就在这 他走 别说走过来了 爬过来就到了 还是没自信了 这波 液铁还是没自信了 小小觉得这波不能打 其实这个时候 对方的这个阵容 他是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就是全队没有BKB 全队没有BKB 然后这个隐次 第一轮技能放光 CK被打残 我们在这种情况下 小小过来以后 就基本上是无敌的 这小小没来 是我没想到的 原来是我们上当了 我上当了 其实你们没上当 我上当了 不过这根德鲁伊的熊 已经有了 肉山盾现在还有50秒 这个肉山盾 如果你们没有拆掉 中路二塔的话 那你们真的是有点 有点弱 真的是有点弱 这样这个肉山盾 怎么也得把中路二塔拆了吧 对啊 这二塔不能不拆 这拆啊 别犹豫 拆啊 哎 你盾还有20多秒 你们不会没记时间吧 还是记得不太准啊 这个二塔不拆 这个时候再上有危险啊 为什么离快都会选择 这么奇怪的一个进攻时机呢 拆了就走 卡自己顿销去打团 不是个招吧 这要被流了呀 你们这是什么团要打的 哎哟 这队友救一下 还想得路一 救下来了 得路一救下来了 垂妹砸上去 砸晕了两个人 这不救下来以后 现在得路一的本体 还是死了 没抗住 双龙一个冰墙 小小A帐往上扔树 但是那个伤害来的 有点慢 距离太远了 给了一个山盾了一下 对方的水仁 看一下电棍 电棍带走了对手的 一个冰女之后 自己还在被对手的 一个电棍的这个水仁 在追着锤 这里扔一个锤子 转着锤 小小山崩 但是被对方给了一个 雾气能接不上 好尴尬 山崩不给出来 转身再给一个山崩 一个VT 然后人全里边扔树桩子 海击炮 伤害拉满 双龙接上一个冰墙 然后再套上一个魂之灵梦 但是后续伤害不够 对方的水仁仍然没有死 哎呦 这个团打的真的是好 这个决策失误的太严重了 这是一个 就是绝对的 负面教材 绝对绝对 绝对的负面教材 就是 就是应该 应该就开这波团 谁决定开这波团 谁决定跟他们上的 就应该一个大嘴巴 先抽一顿 你知道吗 就这个 负面教材到这个级别 有盾不上 然后没盾了 跑上去打 然后在没盾 跑上去打的时候 我不知道当时 大家有没有注意小地图 当时有两个人是不在的 正面只有三个人 然后拆完了人家以后的二打 你如果拆完这个二打 你直接往回走 那没事 拆完二打不走 然后往这儿绕 绕到这个地方来 让对方在这个地方 看见自己 然后在高台上 一套技能直接给秒了 还卡了一个盾销 这个 这个 哎 现在水时的经济 来到了 一万五千块 已经是 拉开一点点的差距了 跟对手 德鲁伊的强势期 目前已经是快要过去了 他的强势期 已经快要过去了 因为刚才这波 呃 严重的 这负面教材的一波 选择和操作 让他们的强势期限 基本已经没了 呃 不过好消息是 现在对手 还没有人做到BKB 所以小小的强势期 还可以再维持一段时间 呃 双头龙的强势期 小小的强势期 还能再维持一段时间 小小这边直接扔个树桩子 把这个 兵线清一清 但是他们现在打 打起来 已经有点没自信了 已经有点没自信了 这个是大问题 大人现在大叔最强的队 是哪些队 大 最强的是哪些队 中国赛区 呃 中国赛区老干爹 RNG XG 和 这个 星辰 西欧赛区 OGTE 双雄 然后东欧赛区 现在 VP SPIRIT 和NAVI 三支队伍 这个 差不多 对吧 三分天下 北美 南美 东南亚 没看过 没关注 所以不知道 现在隐私 身上是散尸 然后正在做分身 看一下这波的三人开过 小小VT二连 对 先秒他 是对的 先秒这个 是对的 你不要让这个 风行一天到晚 在后面老是 跟那扔双捆玩 不过 力快的 目前在场上的 一个优势 呃 其实被对方 惨失掉了不少了 因为现在 他们的防御塔 虽然优势非常巨大 但是 视野有点 扑不进去 他们这一波 五人抱团 直接冲进对方 四人抱团 直接冲进对方野区 其实就是为了 抓个人做视野 要不然的话 他们现在的信息太少了 没有足够多的信息 他们就没有办法 去进行有效的进攻 好消息是 水人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准备BKB 呃 坏消息是 对方的冰女和 这个 呃 CK的BKB CK的BKB 应该已经差不多了 然后水人也在做BKB 水人现在还差一个 卷轴钱 他说过段时间 比赛你拨吗 过一段时间 这个好 有好的比赛 肯定拨啊 老根天 现在几分还是世界第一吗 是呀 尼克马排什么位置 尼克马是个A级联赛的队伍 所以现在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看过他们在S级的表象 所以没法评价 而且他们的人员也是刚刚做了调整 所以现在对于尼克马的这个实力 所有的实力评价都 呃 没有任何的价值和参考价值 因为他们的对手太弱 所有比赛的对手都是 连S级赛都进不去的A级队伍 太弱 所以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参考价值 然后他们在家人人员刚刚更换 战队的实力和磨合可能要再重新 呃 到S级赛以后再去观察才可以 要说蜜蜜换阵容了吗 换了蜜蜜折腾了好几好几好几茬了 他们那个阵容 现在小小的经济已经快要追上对方的水人了 那这样的话水人的装备 因为他没有做BKB嘛 所以 其实还是有被秒的可能性的 因为一旦被对手的这个先手控 小小的先手控或者是 呃 什么撞在冰墙上之类的这种情况 一旦出现还是会被秒 但是大概率还是小小的先手 现在德鲁伊的这个第二个盾 时间还比较充裕 大概有三分半的不到的一个时间 风景里边给一个魔精的吹 呃 小熊这有点尴尬 就是小熊吼一嗓子 哎被秒了 第一个小熊被秒了 第二个小熊赶紧招出来 那这样的话就不推了 水人现在的装备 他选择做了一个水晶剑 有了这个水晶剑以后 加上这个波浪形态 呃 攻击目标 然后再加上自己本身 平A的一个伤害的话 他现在这个输出却就有点高了 嗯 好 看一下 这一波 垂却往下救 这个救下来了 救下来了 CK再拉 但是伤害第一时间还是不够 让他开出来了BKB 那这样的话 CK开BKB 只能往回跑 小熊也被给上一个西红基地 Blink上高台 正面战场 这里Boxy 看看这个Boxy的位置 现在冰枪给的非常不错 电棍 杀了一个回马枪 小小一个树桩子扔上来 拍死对方的风景 小小又是跳刀过去 一个山崩飞 第二连留住CK 二连上去以后 还差一个平A 最后没有等到他的输出 Boxy直接完成了对对手的一个收割 那么马桶的格鲁鱼本体正在往前追 不过本体的战斗力好像有一点弱 双筒冰枪差了一丁点 小小又是一个山崩加迫击炮 这里一猴 留住对手的冰鱼 小小一个树桩子扔上来 减速加收缩 锤被转转锤 收割完成 拿成一波双杀以后 打成了一个一换四 小小的这个A仗是真的厉害 我真的没有跟大家打下说 在小小在最新版本 他的物理平A伤害被削弱以后 然后他的A仗效果加强以后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跟大家说 小小这个版本的未来 他的答案 对吧 他的答案就是出A仗 走中单或者走三号位 出连击刀出A仗 用那个双减速加A仗的 树木连质的暴击伤害 再加上拿树以后的额外增伤 去打爆发 这个我不吹 对吧 这个真的是在7.31 现在是C吧 最新的这个版本 刚刚更新的这个 都不用看实战 就新版本介绍的时候 我就给大家说了 我说这个东西一定是这个 这个这个结果 因为太好使了 真的太好使了 因为小小的树木连质 他不触发连击刀CD 然后树木连质 本身带一个减速 加连击刀双减速 这个东西只要打到你身上 你真的很难靠走走出去 特别特别费劲 7.31D 现在是7.31D 配先知重树 可能不用配先知重树 小小的这个树木 寻火范围很大 而且他的这个技能 吃法范围也很大 BKB开进来了 小小过来一套技能 直接打通对方一个死血 出来以后一束桩子 直接抡死 垂灭在另外一侧 转转垂 留住了对手的一个风行 正面战场 看一下这个水人 再推对过来两个平A 收掉电棍 正面战场小小被对方捆了一下 但是这个状态还是有点满 德鲁伊的小熊 仍然在追着对方的CK 在疯狂出出 这块CK跑不掉了 来不及了 他的跳楼一直CD 没有等到转好 转身 这里又是一个树木连质 瞬间清掉兵线 完成一波双杀 人都是来到27比17 12000的他的经济差 这一波团战水人 虽然没有死 也耗掉了对手的一个 等到了时间 耗掉了对手 德鲁伊的一个肉山盾 但问题在于 你的一号位隐次 和你的混沌骑士 在这波团战当中 几乎没有来得及 有什么贡献就没了 CK已经是尽了自己的权力 打了2500的输出 水人拿着全场第一的经济 他只打了1750 因为上不去 他没有BKB 他上不去这个时候 这个水人这样比赛的 这个出装 我只能说 这个出装不一定是最优解 但是这个出装 有他的道理 尽管他没有做BKB 但是有他的道理 为什么有他的道理 这样比赛 只有他一个人有钱 也就意味着 只有他一个人有输出 如果他过早的做了一个BKB 那么就直接会导致一种情况 就是开着BKB A不死人 然后眼看着对方 把自己所有的对手全收了 所以他选择是打了一个比较极端的这种打法 这种打法在劣势局的时候是必要的 劣势局的时候 爆输出是必要的 因为如果你不爆输出 秒不掉对方的大哥 那这场比赛也不可能翻盘 只不过就是这场比赛 他不出BKB要面对的技能太多了 双冬龙的冰墙 等离子场 转转锤 小脚的VT2连 德鲁伊的熊的吼等等这些技能 都会极大的影响他的一个输出环境 这个没有办法 小脚现在身上有魔精加A弹 又是一个 这个双冬龙的冰墙太远了 没有勾到 米开的这一套是我们连制 加上一个山崩 直接是把对方的影子打掉了半血 其实如果刚才来咱们直播间 找的朋友的话 正好我刚才中间插播的那个 大轮斗 我插播的那个大轮斗 用的就是小小 大家应该对小小的那个输出 有一个更直观的感觉 这里BKB开起来 对方的CK直接被秒 小小现在在找树 他在找树 他这个走位是在找树 这块没有什么合适的树 只能是把对方高台上的一颗 和自己周围两颗树给他扔出去 但是也已经成功的拆掉了 对方两路高台 因为就算他不去拆 德鲁伊拆的也很快 也很快 感谢沙雕斯卡导板的BKLA 谢谢老板 还有其他比赛吗 今天没有了 今天就这一轮 然后中国赛区的最后一轮 是在周五 周五的下午 三点钟 下午三点钟 至中国赛区的最后一轮 老跟爹对星辰 如果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 电棍 德鲁伊小小 拆打三胸柜 这个 现在这个版本 其实不是 现在这个版本 拆打三胸柜是 德鲁伊小小和 德鲁伊的熊 没电棍 什么事 电棍现在这个版本 他不出一仗 大部分区 他不出一仗 所以拆打 没他什么事 就是德鲁伊 跟小小和德鲁伊的熊 他说昨天天秀 尼莎播了吗 没有啊 西游赛区 西游赛区的比赛 我没一直跟 天秀尼莎 尼莎 尼莎最近的状态 非常之好 这一点我倒是知道 至于他天秀了 什么技能我不知道 但是他最近的状态 好到爆炸 只能说 虽然是A级联赛 但不考虑 波尼哥吗的比赛吗 这个A级联赛就不播了 因为他们下个赛 解回S级了 然后回了S级 或者有国际赛事 都是在播吧 小小这块 直接给上一个 数五连制 不过并没有能够 表调比赛的CK CK上一丝鞋 打死 小小这块 两连投掷 然后把这个水仁 打得有点残啊 这个水仁 25级的水仁 在对方的小小面前 宛如一团水蒸气 一样小巧可爱 那这样的话 这一波本格马好尴尬 这真的好尴尬 全场经济 刚才跟对方小小 是相同的一个水仁 在小小面前 简直反如一个 小可爱一般 给大家回放一下 大家看一下 这个水仁 在小小面前 真的是好五万 你看这个水仁 待会上来 这波已经打完了 这已经打完了 我们再回 再回 再回来一点 在这个地儿 注意看啊 这波小小来扔完 数目连制 这还是扔完了 数目连制以后 这波水仁上来 再三波 然后加投掷 两连投掷 三巴掌 输成一个死许 甚至没有来得及去 对对方的小小 造成任何的威胁 哦 这波刚刚 说完 怎么就被打死了 这波小小被对方的 一个隐私的物 给入在里边了 放不出来技能 直接被水仁 找到机会A死 但是下路高地 已经高破 三路高地高破 以后水仁变成 小小上来 VT二连 打一道 再加一个变地攻击 直接打个对方的变棍 这波本子马完成变态杀戮 且双杀 而德鲁伊 是已经拿成了 一个大杀特杀 自己留一个小熊 在这个地方拖住对手 自己的本体跑得飞快 那现在双方的比分 来到了33比19 24000的团队经济差 但是问题在于 德鲁伊110不拖了 A级联赛 我就先不拨了 因为我不拨A级联赛的原因 是因为容易对这个战队的实力 产生一个错误的判断 这件事就很 很大 这个问题很大 因为你很容易在 这个 看一下这里 小狗熊 小狗熊 这个德鲁伊啊 德鲁伊这边 在本个马 直接咬掉神铁 追上来以后 隐次又是收掉对手双头龙 这个技能控的非常的漂亮 德鲁伊这边 被击杀掉以后 刚才水日变成了双头龙 用双头龙的冰墙 截住了双头龙 然后肉山上刷新 过来打一个肉山盾 美滋滋 这还是三代肉山 看看三代肉山出的是刷新 刷新球 刷新球碎片 这个刷新球碎片 出来了的话 两个BKB 没有了BKB 这个神人没出 他是准备要做圣将 准备要出圣将了 这个神人 这场比赛 这要是让UG翻了 这个比赛 他就有意思了 这真的就有意思了 现在A级联赛 为什么蛮多强队 A级联赛哪有强队 西欧赛区 阿兰斯 第一个赛界调到了A级联赛 然后在A级联赛 一顿乱杀 然后气势汹汹的回到了S级联赛 结果在S级联赛 直接让干了一个0-7 下个赛就灰溜溜的回A级联赛了 你说A级联赛他有强队 然后呢 那个还有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 就是中国赛区那个DEC 中国赛区DEC那个战队 在A级联赛 大杀四方 对吧 大杀四方 一副 一副要过来 统治完A级联赛 过来统治S级联赛的架势 诶 这小鸡 这个小鸡 圣剑小鸡死了 圣剑小鸡为什么死了 我看着 诶 这圣剑小鸡是为什么死了呢 本草马的信使刚刚被杀害 这是什么情况 小鸡被冰打死了 还行 不是被对面英雄打死了 A级联赛的竞争强度 和S级联赛的竞争强度 这个不可同日而语的 真的差距非常的离谱 感谢 无名有名老板的20个比克拉 谢谢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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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大气 感谢感谢 现在 水人身上带着圣剑 带着肉身盾 呃 他确实现在具有秒对方的能力 但是话说回来 对方也能秒他 因为他没BKB 就是他现在一旦被对手的 小小的山崩或者投掷 给到身上 就直接GG 就直接GG 换战的时候直接就GG 为什么 队友没有人能救他 他这个队伍 队友里边 没有任何人 有无视技能免疫的可靠控制 也没有任何人 有救人的技能 所以一旦他被对手的 小小的山崩打到身上 对方接个冰墙 就电棍 小小 德鲁伊 加锤魅的联控和爆发 秒掉这个水人 还是轻轻松松的 Liquid就是不用着急 因为现在超级兵嘛 他们完全不用着急 就等你盾消就完了 我等到你盾消了以后 我再跟你打 你不是靠肉山盾吗 对吧 我等到你盾消就完了 好 小小这块直接秒掉一个风行 水人上来要强杀 但是不敢上 对方两个大哥开启了BKB 小狗熊打出来了一手空 看一下小小现在不敢上 先怂一架双龙 这边给了一个冰墙 拖一点时间 CK被秒 完了 现在这个水人 有点孤立无援的架势 小小上来 山崩给上没来的机开转属 直接秒掉第一条命以后 身边的一个隐次也被击杀掉 对方预判了一个排地板 水人起来以后 赶紧两连推波走人 但是CK怎么办 CK买活死 只剩下一个水人圣剑 也没有用 直接打出GG 没有BKB 这个事情没有办法 从本能买的角度来说 他没有办法 他出BKB 和出圣剑 其实效果是差不多的 就是咱们讲道理的说 其实是差不多的 因为他出了BKB 没有这把圣剑 他伤害不够 开着BKB 只能打死对方一个人 然后对方这个人 突然间在买活回来 他还是要死 就是他BKB 只要一枚他还是要死 没有办法 那确实其他的人 这边差的太多了 经济 然后他们自己整队的 团队经济和 前七八的这个坑 不是一个水人 自己能填的平的了 好了 那么这样比赛 给大家做到这里 我是桑果大叔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和直播的话 别忘了收藏订阅我的频道 咱们今天的直播和录制 就到这里告一段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